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调查 侯爷考虑得有道理 说起来 五弟如今也成熟起来 遇到什么事 都时刻为家里着想 若此事属实 侯爷可得好好感谢他呀 你认为我该怎么谢他 那自然是他喜欢什么就送他什么呀 他就喜欢唱戏 谈不成我要送他戏本子 那又有何不可 再说了 唱戏怎么了 谁还不能有点喜好 侯爷应该庆幸 他的爱好不是喝酒赌博观花楼 侯爷若是把他唯一的喜好给尽了 您就不怕他把兴致转移到别处 又不是谁都像侯爷这样 你刚刚是在夸我吗 我去济壶茶 你刚刚是在夸我吗 你刚刚的月光挑剂构画出了你 不是爱意 策马几尺昼夜四季 风花雪月都看尽 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 要唱声声 也要听四哥宠明 有心无间 也要尽眼将为心 四哥有没有说 四哥找我什么事 小人可不知道 你还是亲自问侯爷吧 四哥不会是在试堂吧 四哥 不用放下 这本新出的湛花魁 准备要给你的 四哥 当真要送给我啊 你不要是吧 要要要要要 要